11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2022韩国技能人协会大赛 黄湘涵师生三个人在班堂蛋糕线上比赛的青少年组和成人组夺得双金一赢 这也是花莲第一次有小朋友参加国际技能人大赛 花莲市长魏佳燕 先议员魏佳贤还有先议员张美惠还有顺名代表田真琪 对于他们的表现都给予高度肯定 也期盼有更多小朋友可以投入技能学习 韩国釜山第十届国际首功一节11月5号登场 黄湘涵师生三个人是参加2022韩国技能人协会大赛现象比赛 黄湘涵拿下了翻糖饭糕成人组金牌 牛郡兵和王宇飞首次参赛就夺下了青少年组的金牌和银牌 12月28号师生三人特别前往施工所向市长报告这个喜讯 看到孩子们节出表现 市长魏佳燕表示施工所会致力协助各项技能推展 让有才华的孩子能够有站上国际舞台的机会 今天非常感谢黄老师然后带了学生来 那我们也知道要做翻糖蛋糕其实真的非常不容易 那在刚才老师有寻寻教导两位学生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 那学生也非常认真的学习 我们都知道要做一件事情真的要持之以恒 那其实有我们知道行白利者半九十就是我们做到一半 但我们不能放弃 我们要持续的把它做完才算一件工作的完成 那真的非常感谢 那未来花莲市公所这边会对于不管是任何的技职的一些 我们学习的不管是孩子们或者是学生们 我们都会全力来支持跟全力给予我们资源的照顾 两位小朋友也和大家分享创作的过程及得奖的喜悦 是用翻糖这样子做出来 花了三个四个月这样做 这么久啊 就是每个礼拜六是去从花莲搭火车去宜兰就做 就是去那里住一天九点多坐一坐 再来就要继续坐 坐到差不多十二点多我们差不多才睡 是哦这么辛苦哦 是老师有示范一下 我就看老师的示范给他做出来 真的哦会很难吗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难的 有一点点难哦 可是很有耐心是不是 嗯你会不会坐一坐很生气 我会坐一坐然后就是调皮 哈哈哈哈 调皮会怎么样 就是那里就在就在那里懒惰啊 懒惰哦 因为我的我对宝贝的玩偶就是熊嘛 然后那个还有彩虹缤纷的东西 所以就那个跟好像是跟老师提议说要做这一个 所以他是城堡吗 城堡 这是你心目中的城堡吗 对 就是我希望可以跟那些熊熊一起住在 哦真的哦 那你觉得做这过程很难吗 会很困难吗 有点 有点哦 像是这个 这一个 这很难哦 不是 压的时候有时候会压坏 真的哦 那你觉得要克服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还有那个瓷砖 哦 这个啊 对瓷砖它是个常常切到舌头或是那个切歪了 哦真的哦 有失败很多次吗 失败很多次 很多次真的 或是这个蘑菇是上面的乱年 乱年 那个叫乱年哦 脚 所以这是你梦想中的城堡 对 小朋友们也带了客制化的马卡龙 还有星光棒棒糖 和市长魏佳燕 及现员魏佳鞋 现员张美慧 还有市民代表田真琪来分享 议员们也非常肯定孩子们的表现 希望他们可以继续精进翻堂的记忆 再次站上国际舞台为花莲争光 也希望有更多鞋子可以成为下一位台湾之光 以及花莲之光 介入会欢事报道